怎么了 不舒服 你又远点 我看到你吃不下饭了 看人看到你 童鸽 你在做什么 你看 这是我给谦语做的代步工具 怎么样 童鸽 你动手能力还挺强的嘛 黄厚的床单 我用了九年 十个月 有三天 你怎么把它剪成这样啊 床单已经破了 不 不能用了 童鸽 你闯大祸了 这可是老陈和千语爸爸结婚的时候 特意买的 金语爸爸 对不起 我不知道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做错的 这伞怎么回事 这可是新的放到店里面拿来卖钱的 伞是用来给千语遮阳用的 真是气死我了 又怎么了 吵什么呢 你看童鸽做的好事 对不起 这个 是给我做的吗 妈 你就别怪同好了 他也是好心嘛 好心 我看他 他根本就是搞破坏 废水废电又会吃 而且 竟然是想打你的主意 我是一老入世人啊 你少说两句吧 他又不是故意的 你还替他说吗 我 童鸽 给你 你可是第一个获得这份邀请函的人哦 恭喜你 以后再也不用睡仓库了 谢谢你 盛哲 吃点肉 然后我们一起玩模仿 好呀 童鸽 金芝妈妈真的不知道他们是在招黑老公 不然我肯定不会让你去 童鸽 金芝妈妈真的不知道他们是在招黑老公 童鸽 今天这盘肉 都归你了 谢谢金芝妈妈 没关系啊 反正我都已经回来了 金芝妈妈 金芝妈妈 其实 我真的很感谢你们在我失忆的时候收留了我 在这里我觉得很亲切 很熟悉 让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除了你们 我真的谁都不认识了 我甚至连自己是谁我都不知道 所以 我能留下来吗 等我恢复了记忆以后我就离开了 在此期间 我会好好努力工作的 以后 所有的快递外卖都有我来送 我同意同好留下来 叶芊宇 你呢 你为什么一直盯着同好看 有吗 没有 没有啊 哎 我觉得她还是不要让她留下来比较好 怎么了 不舒服 你又远点 我看了你吃不下饭了 你看我看了我看了你 是 是什么样的秘密考察 让单俊昊连一个电话 连一封邮件都没有 就算是出国秘密考察 也可以发个远程管理吧 以现在这个条件 打个电话 发个信息它不难吧 单总 难道去了原始森林吗 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推动官媒案 推动项目的确是第一位的 但是公司更需要主事的人 单董事长 病情正在好转 我会将您的问候 转达给他 但是公司 更需要的是做事的人 我们一定要齐心协力 按照各自的工作计划进行 这样 单总不在的这段时间里面 三五要才不会乱的阵脚 许总监 我们计划的拆迁日期 我们已经推迟一周了 官媒酒店的问题解决不了 官媒开发就动不了功 如果再这么下去 GQ资本就会退出 他们一旦退出 资金链就会断 资金链一断 我告诉你 这个项目必败无疑 我明天亲自去官媒 签下官媒酒店的合同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